都说加浮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活 来看一下这个浮粮加的对不对 一台老空调说自动效果很差 来到现场之后看了一下 第一感觉呢就是外极这边散热肯定不好 整个的一个安装环境呢 除了有隔山在罩着 还有很多的绿植 这是肯定会影响空调外极散热的 空调散热不好 效果肯定也会差 挂上窗户再看一下室内 这个地方呢发现管路结霜 从里边都开始结霜了 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到室外看一下 把出风口这些绿植给它扒拉扒拉 漏点缝让它散热 观察到细管已经结霜 这是很明显的缺浮的现象啊 打上表看一下压力很低 再看一下电流 有的时候压缩机是不是电流过大 电流过大会热保护 或者说电流偏低 都是有原因的啊 现在掐一下电流是4.4A左右 正常情况下缺浮电流会偏小 但现在然后缺浮缺的挺厉害 但是电流呢 小的也不是特别多 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长时间缺浮 或者是压缩机太老 这样的老机器 那么压缩机呢磨损比较厉害 所以说它的电流呢也会偏大 你看这台机器啊 现在已经加到4个A左右 不敢再加了 因为电流偏大了 已经5A多了 就只能这样先用着了 现在你知道为啥 好多人家福喜欢用这个钱表 来看电流了吧 这是有原因的啊